哈喽,小朋友们,我是安妮塔老师。 你们会不会常常依赖爸爸妈妈帮你拿东西,收玩具呢? 如果不小心跌倒了,是会自己爬起来,还是会哭着要爸爸妈妈扶呢? 今天,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。 这个故事叫做,依赖别人的小蘑菇。 从前有一颗小蘑菇,它刚从泥土里蹦出来。 它伸了伸懒腰,扶一扶头上的大帽子,好奇地东看看西看看的。 它发现身旁都是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。 这些花草树木很早就从土里长出来,已经长得又高又大。 小蘑菇发现身边有一颗大树。 不仅抬起头想看看这棵大树的顶端,可是不管它怎么伸长脖子,却总是看不见。 小蘑菇非常惊讶,自言自语地说。 天啊,我就这么一丁点,怎么可能长得像它这么高大? 我看我还是回到土里去吧。 这时,有个声音沙沙地说起话来。 哈哈,小东西啊,你叫什么名字啊? 看你害怕成那个样子啊,好不容易从土里冒出头来,为什么不鼓起勇气往上生长呢? 小蘑菇好奇地冬张西望说。 我叫做小蘑菇,是谁在跟我说话? 原来,跟它说话的就是旁边的那棵大树。 小蘑菇尔尽量抬起头,伸长了脖子,羡慕地说。 你是谁呢?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大? 大树摇晃着细长的树枝说。 小蘑菇,我是柳树。 我总是拼命地往上长。 日子一久,就会越长越高大。 直到现在,我还是拼命地往上长呢。 小蘑菇好奇地问。 那我能不能长得像你一样高大呢? 柳树说。 哎,这很难说。 你只要认真地往上长啊,将来说不定,长得会比我还高大呢。 小蘑菇心想。 要我认真地往上长,那一定很累。 懒惰的小蘑菇,打算想个方法,让自己不用长得那么累。 他想了一会儿说。 柳树大哥,你看这样好不好,你先别急着往上长,停下来等等我。 过一阵子之后,我们就能长得一样高了,这样你也有个伴啊。 柳树摇一摇长长的枝条,用叶子摸摸蘑菇的头说。 那可不行,你不用力往上长,还有别人等你。 这样是不对的。 小蘑菇赶紧拉束柳树的枝条说。 哎哟,你就等等我吧,而且我们还是邻居呢。 柳树温柔地说。 小蘑菇啊,你自己不振作起来,我根本帮不上忙啊。 小蘑菇心想,我要是假装生气,说不定他就愿意等我了。 于是他说。 柳树大哥,要是你不等我,我可就要生气了。 柳树摊开手,无可奈何地说。 唉,你若真的要生气,那我也没办法。 不过生气没有用。 你不如把生气的力量拿来拼命往上涨才对。 听到柳树这么一说,小蘑菇真的生气了。 他的怒气从脚底一直通到头顶。 于是,他的身体就一点一点地膨胀了起来,最后气成了一个胖子。 所以一直到现在,蘑菇总是看起来胖嘟嘟的。 小蘑菇看生气不管用,心里想。 那我就假装不再愿意生长,这样他应该就会等我了吧。 于是,他又装出垂头丧气的样子说。 柳树大哥,你要是不等我,我就不再往上涨咯。 柳树耸耸肩膀说,你要是不肯往上涨,我也没办法。 结果,小蘑菇一赌气,就干脆站着不动,真的不再往上涨了。 所以,一直到现在,小蘑菇都还是钻出泥土以后,只涨了一小段日子,就不会再往上涨咯。 小蘑菇看到赌气也不管用,他心里又想。 那如果我假装快要烂掉了,一定能把柳树给吓一跳,这样他就会等我了。 于是,他跺了跺脚,仗红了脸,红到都变紫了。 接着他说。 柳树大哥,柳树大哥,你要是真的不等我,我就烂掉给你看哦。 柳树大笑说。 哈哈,小蘑菇啊,你如果真的要烂,我也拦不住啊。 不过你要是真的烂了,那就更不能往上涨咯。 小蘑菇看到柳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气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,全身又发紫又发黑。 不久之后,小蘑菇就从头到脚,全烂透了。 所以,蘑菇的生长一直都是冒出头之后,只要不往上涨,就会自己烂掉了呢。 小朋友们,这个故事其实是要告诉我们,想要成长不能依靠别人,而是要靠自己努力。 如果你想要成绩好,就要自己用功念书。 想要身体健康,就要多吃蔬菜水果,多运动。 自己不努力,别人也帮不了你的哦。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,我们下次再见咯。 拜拜!